镜头前有三组杨洁梗 由左至右分别放了自来水 商用保鲜剂以及台中厂保鲜剂 最左边的花已经有点凋谢 最右边的花依然绽放 我们买花回来擦水大概就五天 那用保鲜的话大概可以就到十天 就是有延长一杯 特别的还有这个 3D农机保养维护数位化学习教材 让农友打破时间级场域限制 随时随地都可以透过手机或平板电脑 模拟农耕操作情境 并学习保养维护 方便他们在随时随地 就是可以在家里面或是在田间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机器保养维护的一个 算是教材的一个查询 那了解说哪个部位要如何去做一个更换 或者是保养维护 成果发表中还有食农教育的教材模组 以及荞麦 地瓜 地瓜叶等食材运用展示 台中区农业改良厂表示 去年获得国家新创精进奖 国家农业科学奖等共计13个奖项 共有23位同仁获奖 成果丰硕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锡红台湾彰化采访报道